天氣轉冷了 很多人想吃暖呼呼的鍋類料理 尤其現在個人鍋崛起 因為口味多元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挑選 還有業者強打台式風味 像是大家所熟知的薑母鴨 還有麻油雞 也有業者端出所謂的夢幻淡藍色的藍眼類雞湯 油脂菌的和牛在香麻帶進的湯頭翻滾 再加入肥嫩鮑魚 龍蝦 辛香不嗆 但獨個人鍋吃得過癮 調動味蕾 也要衝擊視覺 可以看到這倒出來的湯頭是呈現唯美的一個淡藍色 因為裡頭是有著老母雞 還有豬酒 賣藕而成 不如如此 還加入蝶豆花 擁有天然的花青素 開著一人開鍋的單人鍋市場 樂器火鍋 光式鍋就有17種風味 清甜口味 剝皮辣椒 重慶麻辣 還有藍眼類雞湯最特別 加入蝶豆花 擄獲饕客 都是以個人鍋開始這樣子 大家可以不用這樣共識 它在製作過程中要7到8個小時 是有用一些天然的青花塑架去做點綴 一到兩成 老薑中藥材為基底 不用靈魂煮走大塊鴨肉 中國燉煮 算盡鮮嫩雪花牛逼出甘甜香氣 一人吃鍋 鐵式風味超硬體 麻油雞吃飽又吃暖 吸附麻油清香的梅花豬鮮魚 被米酒香氣的雞肉枸杞包圍滋補暖味 前陣水產火鍋 限定推出麻油雞 姜母鴨 白菜香菇雞湯底 到底台灣味搭配自助吧 溫住個人鍋市場 按照個人喜歡的口感跟食材 然後較符合現代人的需求 姜母鴨跟麻油雞 因為像現在人就是冬季進步的時候 就是比較偏愛這兩種口味 研發不同口味 不只前陣水產和樂喜火鍋 原型的麻辣糖 已推出大份量的酸彩白熱鍋 個人鍋強勢崛起 創新口味 以個人喜好 隨心選 不遷就其他人 滿足各路火鍋控 記者周圓都見面台北怎麼懂 字幕志全民進步